大家好,讲完面向对象和设计原则之后呢,我们想通过一些实战或者一些实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不过呢,像这种设计、思想这种东西呢,它不像工具或者框架能找一个实例就立马演示完了 所以说我们没法找一个特别具体的例子来把这两个东西演示的那么详细或者淋漓尽致 思来想去呢,我就想着找两个面试题来演示一下 我们一共是出两个面试题,这两个面试题呢,都是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面试题 这是我通过朋友或者说网上认识的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然后得到的一些真实面试题 第一题呢,是一个打车软件公司,第二题呢,是一个短视频公司 公司名字我们就不说了,以免造成一个泄漏 然后考察都是面向对象和设计能力 这一部分呢,是我们在面试过程中特别是有三年工作经验以上的同学 在面试过程中必考的一些东西 一方面是设计,根据一个场景,然后你做一个设计 一方面呢,就是这个面向对象的考察 看看你这个类的设计是不是合理 这个应该是面试中必考的 而且这种考察呢,基本上都是在你的基础知识过关之后 才会考察你这种设计能力 这两个题呢,大家就不要读题了 这两个题你可能遇到也可能遇不到 因为时间上可能会不一样 你现在去面试和一个月之后去面试 可能题目人员都已经改了 然后不同部门呢,可能面试题也不一样 这两个题的具体哪个部门呢,也不好在这详细的说 反正是,题目肯定是真实的题目 但是一些详细的东西呢,我就不能在这说了 这个地方大家不要读题啊 我们看一下第一题啊 打车时可以打专车或者快车 任何车都有车牌号名称 这是第一个面 然后不同车价格不同 快车每公里一元,专车每公里两元 这个很好理解 大家看一下,可以打快车的可以打专车 任何车呢,都有这个车牌号名称 就是公共信息 然后不同车的价格呢,不一样 这个很合理 然后行政开始时,显示车辆信息 就是你开始打车了,显示车辆信息 车辆信息无论就是车牌号和名称嘛 然后行政结束时,显示打车金额 就是花多少钱 这儿呢,我们假定是一共就是五公里 五公里打完之后花多少钱 这个其实出来之后大家就能知道这个金额了 快车的话就是五块钱 专车的话呢,就是两块乘五公里 就是十块钱 但是呢,我们的题目是 第一个,画出UML类图 然后呢,第二个呢,是用ES6语法 写出该实例 题目比较好理解,比较简单 就是让你画一下,让你写一下 看看能不能写出来 看看你写出来的东西 能不能符合面试官的要求 你要猜测到面试官这点到底是考什么 那我们到这儿呢 我们就把视频停一下 大家自己去画一下 或者自己去写一下 你不要直接就立马就看下边的内容 你想完之后,画完之后 看看跟我想的,跟我画的是不是不一样 请到这儿呢,我们看到录不是不一样